內政部殯葬設施示範計畫三期計畫 就要在一百零五年底結束 但礙於原住民族地區目的嚴重不足 又受限水源水質保護區 山坡地開發管理辦法等限制 要新闢公墓相當困難 立委檢東名七號在立法院總質詢時 建議內政部希望特別針對原住民族地區 重新擬定計畫延續辦理 所以這計畫開始之後 我們幾乎現在都配合 大部分都是在火化 正式改變轉機的一個時候 舊墓能夠重新做一個更新 原鄉公墓即是改善的需求 希望能夠延續 示範計畫 所以它當然它可能會有一個時間終止 至於終止後 這個問題應該是在要有一個通盤的檢討 是不是應該是由地方政府 還有這個內政部 原民會 就這個是來自於地的不夠 還是來自於這個其他的問題 應該有一個通盤的規劃檢討 否則光是示範計畫 可能不足以解決通案的問題 另外針對總統蔡英文 在原住民族日承諾 要設置具有文化敏感度的 原住民族法律輔助中心 立委搞錄以用追問規劃進度 他希望設在花蓮 不管是司法院 不管是這個我們的法福 也不管是我們的民間東華大學 也積極的參與 唯一要求原民會的 就是找到一個地方 可是從八月一直到現在十月 請問一下地點找到了嗎 早總統訂掉全台第一個原住民族法福中心設在原住民族案件最多的花東地區 但萬事具備只限東風 地點還未著落 原民會表示 只要相關計畫核定之後 就會著手辦理 另外針對有超過八成五的原住民當事人 放棄檢警培徵權利的問題 立委搞錄以用要求 內政部提出解決辦法 其實很多的這個原警在對於就是當事人員 原住民當事人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充分告知 甚至是告知的是不實的資訊 比如說 他們會說 這個檢警的培徵需要付費 比如說 他們會覺得說 等律師來 要很久 那你乾脆就寫寫筆錄就算了 那這樣的狀況 請問一下 我們這邊行政院這邊要怎麼去解決 那這個裡面有相當多從執行上 文化上各方面的困難 那委員這樣提起 其實值得我們重視 看是不是能夠在這個背景 能夠更瞭解的狀況之下 能夠做更進一步的強化 列委呼籲中央 因加強檢警文化敏感度 並建立可能涉及文化權利的原住民 當事人判斷的標準流程 避免族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司法救濟權利受到侵害 這裡是蒙比亞立法院採訪報導